大家好 我是Stan 如果有人问 目前在韩国最火的人是谁的话 应该就是出演恋爱实境节目 宋洛基尔后 爆红的美妆YouTuber宋吉亚了 出演宋洛基尔前 拥有50万订阅的宋吉亚 在出演该节目后 订阅数暴增到188万多 各个综艺节目也邀请宋吉亚出演 人气真的是非常高 而在昨天 专门上传母黑K-pop idol们的YouTube频道 上传了质疑宋吉亚使用山寨产品的影片 而这个内容也登上了热搜一位 根据媒体报道 一位网友在看了SoloGio之后 就在论坛询问了 宋吉亚在节目中戴的 Unclip Liana Pay项链是什么尺寸的 结果就有很多网友们发现 宋吉亚的项链与正版项链的链子连接处不一样 大小尺寸也不一样 应该就是假货 而目前这个天文已经被删除了 然后也有网友们质疑 宋吉亚之前在IG上传的Chanel衣服 也是山寨版的 因为这款服装是90年代生产的产品 目前已经停产了 所以在市面上很难买到 然后就是宋吉亚在SoloGio穿的Dior上衣 因为Dior根本就没有出过这个款式的服装 反而是在韩国的网店 可以用16000韩币买到的假货 最后这位YouTuber表示 宋吉亚平常一直都在说 想要做自己的品牌 本人却在使用假货 非常缺乏知识财产权意识 而且在SoloGio节目介绍宋吉亚的时候 称他是美妆YouTuber 误让观众们以为他是素人 但宋吉亚其实是从2019年开始 就有了经纪公司的艺人 对这些争议 从吉亚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目前没有可以正式发表的部分 等整理好了之后再回复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其他人就不说了 说喜欢衣服想要做自己品牌的人 使用山寨的话真的很不好 不要再有人护航了 买卖假货是违法 对著作权不尊重 没有产权意识 想要做自己品牌的人 却不尊重别人的创作品 一两次可以算是失误 但次数也太频繁了 之前粉丝们后期 身材颜值都这么好 为什么不当艺人 而却以素人身份经营YouTube 有没有被星探发掘过的时候 自己说过 被发掘过很多次 但是唱歌跳舞与自己不合 所以拒绝了 每天都说自己认识的人怎么怎么样 还觉得人脉会这么好 认识这么多艺人太帅了 原来是艺人呢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人红了又这样开始攻击了 有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是买了假货 而且也没有亲口说过 自己的不是假货啊 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不就是因为有人气所以嫉妒吗 看从家影片的话 不管是名牌或者是便宜货 什么都穿着拍影片 单纯只是喜欢衣服而已 对于从家使用假货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反差很大的爱东南 感谢观看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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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